今天先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互动话题 因为最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 也都是非常关注 这个整体的一个疫情 尤其是跟我们很切身的 就是不光是对股票的影响 甚至是对我们身体的影响 对不对 现在好像感觉说 大家对于香港的一些 防疫的一些举措 其实还蛮有诟病的 那会不会造成 对于后世的一个隐忧呢 我们就拿那个邻居 做来比较一下 因为最近大家都一直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想到 澳门在这一次 很多的疫情的一些防疫方面 好像成为了我们 要去学习和借鉴的一些地方 看一看吧 比如说在口罩方面 我们留意到一个 就是现在 今天大家也都有留意到 你如果去九龙湾 可能拿到的口罩 网上都在传 觉得质量不是特别好 但是香港这一方面 一方面是全球采购不成功 而且甚至是说 要向中国政府来伸手的 澳门那一边 现在就说 他们提早就已经进行了 一个全球的采购 而且接下来 也是会不惜空运回澳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另外呢 昨天我们也知道 香港政府还是要限制一些 甚至是政府人员 他们的口罩的用量 之类的一个情况 而同时好像感觉 澳门那一边的 举措就比较好 因为市民可以拿着 自己的身份证 过去买口罩 然后就是10天 每天一个的那样的用量在 那同样呢 在一些措施方面 我们也知道 香港现在呢 已经局限在 在机场啊 港洲澳大桥 深圳湾的一个 维持服务的一个情况 其实人流也是要去做 相关的一个减少和限制 但是呢 这个澳门昨天 就出了一个政策 说是那个 关闭澳门的赌场 半个月 其实也是非常破例的 一个情况啊 相信而且市场上 他很快就看到这个 人流的一个减少 甚至今天呢 他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措施 他说是要加快调整税费 能够令到这个市民 以及中小微企业啊 他能够帮他们渡过 这样的一个难关 好像就是 大家就是在比较 两个地方的那个 政府的一个施政啊 好像容易 就是在现在会觉得说 澳门特首好像 每一步都踩在点上了 或者是更早一点的 去预防到了一些 可能发生的一个问题啊 香港这边就感觉是有点晚 或者当然大家是不希望 就是有进一步的 一些疫情的一个爆发 最关键的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 不光是身体 还有这个钱的损失 就是两者都要损失吗 会对港股 或者整体的香港的一个气氛 产生真的比较大的一些影响吗 我想这个 你就是不单看 这个香港这边的一些措施啊 或者出来的一个 严控一些人流的一个做法 或者口罩的这一边的分配的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总体其实都气氛 确实还是大家也还是比较 偏向于比较悲观的 那么也是比较谨慎的 那总的来说 其实我们觉得 就这个也也是肯定是这样 也是合情合理 那么所以对港股这一边 我们看到其实你的一些这个港股的淘涨啊 或者这个我们在可能还会有这个影响在后面 那总体其实我们反过来这几天 其实我们比较注意的 就是一些长线的一个基金 其实有一个陆陆夙数的称低 有一个希腊的这样的行动 因为当然目前的疫情的一个扩散的情况 是不是受控呢 那么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但如果最终的 其实疫情我们觉得也是会过去的 那么包括你看2003年的一个非典 那么其实最终也过去 那么现在大家比较在考量的 是跟这个非典一样 是要搞六个月啊 半年的时间啊 还是三个月 或者这样的情况 那疫情的最终我们觉得还是会过去的 所以如果对一些气氛也是会有影响 那么其实确实大家目前也不单是担忧 这个股票方面的一个表现 身体的这个表现 其实大家也是很关注 确实这个也会影响到一些投资的一个气氛的 但如果说回到了这个长线的一个基金 他们局 我们觉得可能是到了他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时点 因为如果疫情最终会过去的 那么目前可能这个疫情还会带来一定的这个波折 那么市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波动的 但长线的基金呢 其实他有这个承受短线一个波动性的一个能力 上都比较强的时候呢 反过来他们看是不是到了这个点位 是不是已经达到位呢 那么后面局如果疫情最终会过去 那么现在面对更多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波动的时候呢 我想他们的承受的一个能力是可以承担出来的 所以包括这几天你可以看到 港务的造业量上来了 那么两天都超过1300亿 造业的时候1366亿是9个月以来最大的一天的一个造业量 那么今天应该也是挺大的一个造业量来的 那么现在都应该都超过1100的一个造业量了 那么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时点谁来买 大家其实如果你出货 其实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因为造业量大的时候 其实有这个1300多亿的在抛 另外的是1300多亿的去接货 那谁来接呢 我觉得更多的这个是一些长线的基金来 可能有一个测入的这样的一个时点已经到来 我们也觉得他们有机会是在慢慢的称低的一个希腊 那么A股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本周两个比较关键的时点 那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周 A股周一已经开盘了 但你可以看到其实一打下去 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外资 在去年MSCI增大A股之后 其实他们都在建仓嘛 建了有半年时间 去年5月到11月的时候 那么一打下来去打破了他们建仓的一个底线的 破了这个2800点 那么当时你可以看到 还好他们还在买 因为周一的时候你看到沪深谷通这一边 外资过来还是180多亿的一个 人民币的一个净牛路的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可能市场还会有一个短线的波动 这个也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或者你从这个长线基金来看 其实他们我觉得反过来是到了他们来测入 来操作这个时点 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某些程度解释了最近这几天的一个 不管是成交还是他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 那市场上面其实也是蛮 蛮这个疑惑的 因为下午其实我们注意到 很指他曾经一度是倒跌过的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跟那个疫情的一些update有没有关系 大家刚刚看我们的那个财势 也留意到了一些新闻 包括那个船到了香港 而且是有一些确诊的个案 或者还在量体温这个方面 所以说大家是多多少少会觉得说 担心这个下面所谓的一个 疫情的一个社区的扩散 其实这一方面的一个隐忧 某些程度其实算是一个 隐形的一个炸弹吗 您刚刚都说一些长线的基金可能在部署 但对于我们很多散户来说 说实话财力方面 未必是有这么丰富的一个情况 可以慢慢的在那边买 会不会担心还有一些所谓的终极易跌 或者更加的一些下破一些位置的可能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港股在春节扎期过后 其实是打得挺厉害的 那么中间我们也觉得是一个炮售都已经出来 因为这个在我们的一个判断当中 通过一个炮售把市场的一些潜在的估压释放完了之后 是有利于找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那么所以取早前的一个炮售 一个恐慌的一个炮售 我们觉得已经是出现 所以早前达到靠近两万六千点的水平 我们觉得是一个有机会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的 那么比较恐慌嘛 那么当时这几天我们看到一些长线的基金 都有陆陆处处的进来的时候 对于市场的信心 我们看到是有一定这个提振的 所以也从早前的一个恐慌 转回到一个比较回归理性 理性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早前恐慌嘛 所以先来一个跌后的反弹 就是这两天的一个跌后的反弹 包括今天有可能也会涨一点点 那么其实也是 通常委事的时候守不守得住 对 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 也是一个市场运行的态势 我们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再了解一下 就是去看看市场目前是站在怎么样的状态 所以现在我觉得应该不 如果市场来说 我们觉得应该没有早前来的那么恐慌 长线基金进来提振人气 那么还有也是能够给到了市场 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性 一个会慢慢的一个增强的 当然也不排除了就是有一些回答 但回答的时候长线基金可能还是会来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也可以注意 那么当时如果回归理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就是干多呢 当然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确实还是一个影响最大的因素 所以目前有一些都在看 但市场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讨论 那么这个确诊呢 或者你看到一些华谊的个案 其实我们看到还是在增加的 但是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高峰 那么也已经经过了差不多两周的 一个严控这个人流 避免了一些感染的一个出来之后呢 是不是也有一个受控的 这个疫情受控的一些情况 可能会在后面慢慢可以看到 市场里面都在看这个 所以我们觉得是一个回归理性 旁边是先来一个跌后的反弹 这段性的底部有机会已经出现 那么更多回归理性的时候 看这个疫情的一个变化 那么但总的来说我们觉得 如果是你现在其实为什么 长线基金是他们愿意进来呢 就是他们不是短场 你短线这个波动率肯定是很大的 但如果一般的一些投资者 他可能这个没有那么可以注码 那么多可以分很多批来买 但可以做的就是用他们这个 长线基金的一个态度 就是我现在买了 我其实如果点位到了 我就不怕你有一个短线的一个波动 因为疫情最终还是会过去 如果现在按一个配置的一个角度来看 来输缓自己的一个心理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考虑 其实我也相信很多家庭观众 心理压力是蛮大的 我们也有接到过一些观众 真的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来看 手上可能还是被套牢的那个情况 也是蛮多的一个状态 不是说大家都来得及说像 就是有很多的cash在手上 在继续在部署的那种状态 所以也的确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大家 现在不同的手上的那种持股的状态 一方面是横指还是蛮争气的 应该这么说 也能够就是有一点跌停的一个状态 我注意到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 这个统计很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一月份大家其实是可以说是那个恐慌的程度 是正好是体现了蛮极端的一个状态下面 而且那个时候A股还没有开盘 对不对 在尾市的时候 这个正好是港股来反映这种最大恐惧的 那个沽空的时候 横指是跌了有超过6%的 国指方面的跌幅更大 有8%以上的 那其实您有提醒我们一个点 要注意看这三大的ATM的股份 一月份当中腾讯的跌幅是不足1% 其他两个也要跌2%和3%左右的情况 但是这已经是在您看来 是一个算是相对好的一个消息了 是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 对 因为其实每一次你会通过这个DIS 你去对一些选股的名单来做一个验证 那么这个最好就是通过市场来做一个验证 那么所以其实通过一月份的一个DIS 有哪一些股份 它是其实普遍都是收押的 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是 历史的一个走高的 那么但是如果中间你看到一些 一方面是有这个跌幅是跑赢大盘的 跌的比大盘要小 那么其实也说明了 可能刚才知道一点 就是一些长线基金可能在买的 就给到他们有一个长托力 所以他们的跌幅是比市场来的要小 那么也说明了它是 大家对这个名单也是挺关注的 所以刚才提到的就是 也不是盲目的去买 或者也要看这个步骤 那么包括你看一些 这个港股这边我们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但如果选股的名单 可能先按这样的一些抗跌力比较强的 那么包括你看美股 那么其实美股呢 你看到其实也是一些科技股 互联网股是带头的 那么大家也知道过去两天 美股也是反弹了 那么其实把上周五跌了600多点 那个跌幅都修复过来 那第一个衰异线的畅新高 是拉斯达克技术 那么其实当中因为一些科网股 特斯拉不好说了 已经是疯了 涨疯了 今天早上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聊特斯拉 然后有些现在很多评论都说 多头是这样说特斯拉的 说你们现在觉得我们是乱来 对不对 到了五年以后 你们就觉得我们是价值投资者 所以特斯拉是其中一个 另外亚马逊这一些 其实昨天晚上也唱了这个历史 新高的 所以你这个对价过来 其实在美国也受到 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 其实都在上周的时候 有一个回答 那回答过后 第一个向来 其实还是大家觉得 是有一个长线配置的 一个价值的一些股份 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 在港股里面通过 在电视里面考验哪一些是 也有这个机会的 所以包括这个阿里巴巴 腾讯 美团 小米 这些我们觉得都是 大家会比较关注 我的问题啊 也帮很多家庭观众来问好了 那个美团它对吧 之前跌得更多的时候 或者阿里巴巴跌到200块的时候 我没有买的话 现在是不是也不要追 还是等它再回答 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觉得你就是 还是追入其实也不怕 但是你心里要有承受 就算有一些 我不会期待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回答 如果有一些回答 其实可能已经可以 来做一个参与 因为最好的一个时机呢 就是在本周一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出来了 真的是 那么错过了也 我觉得也是 当然就是错过了 那错过了之后 其实他们我觉得 应该还是后续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些标的 因为如果你说一些 长线基金是回来的时候呢 第一他们要看哪一些品种 那么包括这样的一些 互联网的龙头啊 那么长远呢 第一呢 是有这个投资的一个价值的 也就是有这个能力 去顺利过渡这个疫情的一个变化 那么当然疫情最终还是会过去嘛 所以其实他们在回答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也是 这个长线基金 希腊的一个标的 那么还有 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些 长线基金 其实说白了 其实也不是一般的一些投资者 他们去买的一些呢 包括你看这几天 港股的交易量上了 一千三百多亿啊 如果在短期内 有那么大的一个 账量的一个基金流进来的 你这个票如果市值体量 不够大去容纳 这样的一个基金进来 其实他们也不会做 你不要说一些 几十个一的这样的股份 其实要买一些 他们也买不到 一买它就是已经涨一倍了 两倍这样的情况 所以第一呢 这样的股份 他们会 他们反而不会作为选择 是这样来理解吗 我觉得长线基金 这样的一些体量 比较小的也不会 它可能有一些在短炒 包括你最近的一些 医药股的一些小票 炒一把 你看到 然后 一天就回大了 对 回撤的这个速度也是挺快 幅度也是挺大的 所以如果你说 我们现在如果从长线基金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们买的一些 体量要够大 那么 可以容纳 他们突然进来的一个 比较大量的 增量的一个基金 那么另外 其实他们有穿越 这个疫情的 这个周期的一个 可以 疫情过了之后 其实他们还是 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潜在的一个潜力也是存在的 他们会算这一些 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听下来 就觉得散户真的好难做 为什么难做 就是对于我们散户 还要能够克服那种心理上面的障碍 就是跌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敢买了 对不对 身上去我们追了 有可能就是已经晚了 其实说实话 这种操作方面 没办法 我们就多看一些股评节目 更加来就是把握 这个当中的一个节奏 今天其实看到阿里巴巴 还是能够继续靠稳的一个格局 不过像是腾讯 美团现在算是 是有点倒跌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吧 广告过后我们再聊